新一代的小米11系列現在有了最新的消息 協流者表示,該機即將亮相 並且還會首發驍龍875芯片 高通將於12月1日舉行驍龍技術峰會 屆時,明年主流旗艦標配的新一代芯片將是驍龍875 而據此前多方面透露的消息 一貫首發高通頂級旗艦芯片的三星 也將有望提前在明年1月份推出全新的S21系列進行 全新的小米11系列似乎也將提前亮相 似乎是在充解之前 全新的小米11系列依照洩露放出的圖片 小米11採用直屏 而小米11 Pro採用雙曲面屏 兩者都是挖孔屏方案 前置上頭居中 在新機的屏幕刷新率上 小米手機11系列均會採用120Hz刷新率 這使得屏幕顯示體驗極其出色 此外根據時間曝光消息 全新的小米11系列已經在Geekbench上出現 它用型驍龍875芯片 還配備了4800像素超廣角鏡頭 在Geekbench列表中 它的型號為M2012K113 列表中的原代碼中還標注了 Addonor 660 GPU 擁有6GB的用充和運行Android11系統 跑分成績單核得分為1105 和多核得分3512分 這些信息已經證實這款產品即將抵達 以上可能是小米11 Pro型號還可能擁有更好的成績表現 小米11系列首發小龍875處理器 這將是小米第一次使用5nm手機芯片 從機種列表的原代碼中 CPU核心配置和GPU參數也被更多洩露 它採用1加3加4的8核心設計 其中1為超大核心 X1為2.8 4GHz 這與前代的865的內核 時鐘速度相同 同時它還擁有3個仍然非常強大的 2.4GHz的i78內核 以及4個1.8GHz的i55性的內核 從洩露圖像中也可見 1加8Pro的跑分成績 相比之下 驍龍875的單核得分 比驍龍865得分高23% 多核得分高6.5% 這樣一來 超大核心X1可堪稱真正一以上的超大核 如果進行跑分 小米11系列突破70萬 也是輕輕鬆鬆的事 在鏡頭上 小米11系列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我將會搭載後置單位1億像素主鏡頭 而小米11的主鏡頭則為4800像素 它們的長焦可變鏡頭最大支持100倍數碼變焦 小米11可能為30倍數碼變焦 而對新機的其他配置方面 小米11系列將會支持屏下指紋10倍 無線充電、100W有線快充、LFC等一系列功能 關於其他更多消息讓我們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